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麼叫歪理當真理? 看看梁家傑和尹兆堅就知道了 事禁擊早前官司前身的壹傳媒老闆黎智英被控欺詐罪 申請保釋被拒,須還額監防到明年4月 梁家傑和尹兆堅前天撲出來拍片大講歪理,為黎智英平反 梁家傑就說什麼什麼這類形式違反租約比比街市 看不到業主有什麼損失? 嘩嘩嘩,梁家傑身為堂堂資深大律師 這樣的話你都說得出 明明黎智英這件案件根本不是什麼普通租約糾紛 大家看清楚件事,將軍奧快地皮是用工廣補貼 是用優惠價派出的 還有,壹傳媒快地的地契寫到明只可以做創意工業相關生意 現在被揭發違規經營秘書公司,還要隱瞞超過20年 單單2016年6月至今年5月 這4年,門部租金收入最少1980萬元 這樣都叫沒有損失,梁家傑是不是扮盲? 還有,黎智英有財有勢 就算現在沒有旅遊證件,要著草都絕對有辦法 加上控方都說他過往兩年半曾經外遊87次 跟台灣、美國等有緊密聯繫 法官擔心許棄保潛逃 不逼許保釋都是正常不過 梁家傑這樣都要質疑,真是笑大人的口 說到離譜,尹兆堅亦都不枉多樣 好像吹水師上身那樣,說案件是打壓真能自由 又說政權報復云云 吹到勁遠之餘兼偷換概念 舉例說有有錢人懷規佔地 政府過往都是懶你不執法 叫他還原就算 喇喇喇,現在黎智英是犯欺詐罪 根本不同性質 尹兆堅還要是防衛會委員 拜託他幫口之前都讀書 不過是的,黎智英之前被傳媒揭發 秘密捐款給民主黨及公民黨幾千萬 他只是攬炒派金主 現在金主出事,受人錢財,替人消災 明白的,明白的 不過是否都要申報有沒有收了利益 你有沒有廉恥?我知你沒有 不,不,不,不